仲西武喜欢画钱很久很久了 可是这个男人却隐藏得很深 不但不表现出自己的喜欢 还表现得处处针对画钱 难怪连画钱自己都没发觉 上一世的画钱性格太泼辣 为了自己的私心 害了太多的人 除了他的家人和丫鬟 其他人都很讨厌画钱 画钱也是在重生后 脑子突然清醒 性格大变 看事情看人也更通透了 才发现过去的自己有多愚蠢 早就成为众矢之地 还那么嚣张跋扈 难怪会落得如此凄惨下场 这一世的画钱形势谨慎 不再害人 只想弥补破错 不管是上一世 还是这一世 仲西武对画钱的喜欢从未改变 只不过上一世藏着真情不敢流露出来 这一世大胆施爱要夺走画钱 上一世讨厌画钱的仲夜兰 这一次也喜欢上画钱 师兄弟两人成了情敌 长公主害怕传出去成为笑话 世家子弟最要紧的是面子 为了一个女人反目成仇成什么体统 所以他赐给画钱一杯毒酒 彻底断了仲西武的心思 得知画钱被母亲赐死 仲西武崩溃他 可是我的命 仲西武从此一蹶不振 活得像行尸走肉 母亲看出儿子真的是爱到骨子里 这才说出画钱的下落 毒药只是让他假死送出了城外生活 仲西武立刻去找爱人 两人最终能幸福相守吗 只能看剧版怎么改了 因为小说中是错过彼此孤独一生 希望剧本能有个惊喜的结局 别忘了动动手指点个关注 跟小编一起追精彩剧情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